这样我们的水其实可以反复使用教科器 来到林雅国中教室内 同学们正在操作太阳能板清洁系统 只要在一目洞洞手指就能够自动清洗太阳能板 这项作品也让他们荣获高雄市创意发明竞赛国中主第一名 我们会鼓励其他学生以及未来入学的新生们 都能够共同来加入我们创新发明的行列 争取更多元的竞赛 例如IEYI或者是节能竞赛等 我们这个作品大概从发想到完成品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平常看到清洁人员会常常就是爬上爬下 那可能就会有危险跟汗事的发生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用自动清洗的部分去减少这样的问题 不仅要减少公外意外的发生 指导老师张翔棋和参赛同学也希望这项设备在未来可以延伸更多功能 例如用太阳能板打造循环以环保作为发想题材 来造福社会大众 那当这组的小孩他们提出这么务实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灵观影响 甚至像刚刚同学讲的 3D电影式的这样的清洗方式 大家就会去做彼此的沟通跟讨论 我们可以希望把它用在充电站上面 因为太阳能板的充电可以把它存到电池里面 而且搭配了我们这套系统的话 可以提升太阳能的发电量 为了因应绿能世代 师生一同打造科学创意设备 同时也让他们提前接触社会议题 这次获奖不仅给予学生鼓励 校方期许他们能透过多元学习的方式 在未来都能当个小小发明家帮助更多人 人间卫视王商议高雄才能报道